哈喽大家好,我是鸟姐,欢迎收看小鸟姐播放 我发现不知不觉我就复盘了世界第一到世界第六的三速单次成绩 除了一个4.38秒的成绩 它是由一位摩友叫做尼古拉斯·桑切斯创造的 当然因为它在北美,所以竞争实在是太强了 它这个4.38也不为人知 还是老规矩,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这是个白底的解法,所以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懂 我们来看一下4个块,1,2,3,4 那么蓝红相对位置是正确的,我们直接做一个L2 然后底撇,R撇F2 那很简单,只需要4步就可以把十字做好 第一组绿红,这样,L撇U撇L,标态嘛 然后转体,转体完之后呢 看到这里有个标态,但是它没有做这个标态 它想做的是蓝橙 那么同时把绿橙也拼到一起去了 那其实这两组F的话,先放这组 再放这组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呢,它就做了蓝橙 先放蓝橙 然后放完之后呢,再转回来,再放绿橙 就是普通的做法 然后最后组F是蓝红 直接放到后面做 RPUPR,RPUPR 这个情况呢,算是一个相当好观察 也相当简单的ZB吧 我们看到这两个是同色,对吧 然后这里有一大坨 这两个是对色 那么多项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就是RPUPR 小RU RUP 小RPF 然后没有AUF 那么这个模仿就完成了 大家总是比较关注世界第一的成绩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的 也比较快的解法 同时呢,我也算是完成了世界第一到世界第六的复盘 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多复盘一些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 如果大家不喜欢看的话 我也会复盘的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